只留下糖果 留下糖果 啊 只留下糖果 啊 我射掉了 只留下糖果 只留下糖果 安安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玩週報 這是一個適合在睡前看的 電玩週報 耶 8月快過去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現在都不能出去玩 對啊 像我準備的比基尼 我都穿不到 對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遊戲呢 好 因為今天是8月的最後一天 那我們就來介紹 9月即將上市的遊戲吧 好 那第一款遊戲呢 就是在113展的時候 任天堂發表的 分享同樂 瓦利歐製造 距離上次瓦利歐製造系列 在家機上推出 已經是2013年出在WiiU上了 而在今年9月 終於要在Switch上推出 可以跟朋友們一起玩的 分享同樂 瓦利歐製造啦 瓦利歐製造系列的特色是 裡面會有非常多個小遊戲 大部分的小遊戲 最快都可以在5秒鐘之內過關 小遊戲中呢 也加入許多的惡搞元素 甚至還會惡搞自家任天堂的遊戲 光看遊戲的話就覺得有夠無厘頭 而這次的分享同樂 瓦利歐製造 總共收入了超過200款全新的小遊戲 200款聽起來就已經有夠多了 但因為遊戲中可操縱的角色們 會有自己的專屬技能 例如瓦利歐會衝撞 酷利卡特擅長跳躍 18伏特會發射光速等等 所以呢即使是同一款小遊戲 也會因為你所選的角色不同 而有不同的破關方式喔 玩家要摸懂小遊戲的目的與角色特性 判斷你們最適合的攻略方法 200款讓玩家這樣玩 應該可以玩到天荒地老吧 那瓦利歐製造裡面呢 也有很多萌萌的女角喔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一個女角叫做莫娜 你是說隔壁棚那個嗎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只是名字一樣而已啦 對 它在裡面是一個非常喜歡冒險的女孩 但聽起來連個性都很像 是蠻像的 那分享同樂瓦利歐製造這款遊戲呢 9月10號就要上市啊 那現在在任天堂的E-Shop上面有體驗版 大家可以趕快去體驗喔 好 我要這次遊戲跟你撞騎耶 也是9月10號嗎 對 就是9月10號要上市的破曉傳奇 破曉傳奇是一款動漫風動作遊戲 故事是講述兩顆相鄰的星球 達娜與蕾娜 達娜在300年前突然遭到有 仙境科學與魔法力量的蕾娜侵略 當娜因不敵蕾娜的攻擊 世代維奴的被統治者 而玩家所操縱的主角們 即是為了自由努力的奮鬥與成長 遊戲呈現劇情的方式很特別 一種是最常見的3D模組動畫 另一種則是當有重要劇情時 會用電視動畫的那種2D動畫畫面來呈現 他一種是角色的小劇場故事 則是使用像漫畫分鏡格線的畫面 配上3D模組的動畫演出 相當特別 我覺得破曉傳奇他的遊戲畫面 做得也很好看 尤其是他那個草的貼皮 做得超逼真的 原來是真的草的貼皮 對對對 我覺得他的植物也都做得蠻好看 很好看 而本作最大的特色就是 每個角色都有著各自的戰鬥風格 奧爾芬的技能可以蓄力施展更強的招式 果同時也會扣血 新农可以設置引爆炸彈 靈魂日可以儲存一個法術 並與第二個法術結合後放出等等 戰鬥相當多變 畫面可以說是色彩豐富啊 你們玩遊戲擅長閃躲嗎 我超級擅長 我都被抓來打了 我也是 我跟你講這樣不行喔 因為在這款遊戲啊 閃避是非常重要的 要是你被打到的話 哇 你扣血會被扣超多的知道嗎 那完蛋 對 主定了主定了主定了 好那副曉傳奇 他將會在9月10號上市 現在有免費體驗版 大家可以到PS平台 或是XBOX的平台 上面去體驗來看看喔 不過我以為露奈今天會介紹 9月20號上市的暗黑破壞 神惡玉火重生 不是不是 我已經要為這個D2R呢 做一個驚揚聊遊戲了 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記得要來看喔 要看嗎 對 欸要我先進來介紹的遊戲 也可以中期 你說9月10號那一款嗎 不是 是9月20號上市的 審判之士 煙滅的記憶 3日前 横浜的廢廳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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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款法名劇動作遊戲 與同屬SEGA的 人中之龍系列 才相同世界觀 連這次的遊戲故事舞台 也都跟人中之龍期一樣 是在神士艇 極頭拼一世 躲目一人體 故事講述 私家偵探 八神龍之 受託幫忙調查一件 殺人案件 與一件高中霸凌事件 字面上看起來 無關的兩起事件 卻隨著八神層層深入的調查 逐漸發現自己已經 捲入一個由檢警 黑道 和網路犯罪集團組成的 巨大黑幕之中 作方角力下 也讓整個事件越來越難以預料 那審判系列最廣的人豬應該就是他的演員吧 他神是牧村拓宅 很帥喔 但這次不只是牧村拓宅 還有從千秋王子變成極盜主子的玉木宏 他就是飾演自犯罪集團的頭頭 向馬合術 玉木宏 超帥的啦 欸 想你 本作還追加新的戰鬥風格 流 相當於人籠中同身一馬實在的畫境 讓打鬥更流暢爽快 而且如果委託與事件時 玩家必須咬愛各式各樣的調查動作 這次新增的可以攀爬牆壁 再建築不見肺炎走壁的運動能力 能奪過敵人耳目的逆蹤能力 還新增各式各樣的偵探調查小工具 用來幫助八神可以更順利的進行調查 那他有個調查工具是偵探狗 只要是跟嗅覺有關的事件 他都會引領八神 就是大到那個會告的源頭 而且重點是 那個是狗狗是彩彩 是奶茶 那個是彩彩喔 你就很希望嗎 哈哈哈哈 那審判之士 煙滅的記憶將會在9月20上市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木村好運魔 我是說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遊戲啦 OK 那今天要挑戰什麼咧 我們今天就來挑戰輕鬆的 分享同樂 瓦利又製造吧 好呀 好 計時開始 好可憐 把他們趕走 開 逃出去 逃出去 我逃 好可愛喔 他是莫娜 莫娜 哈哈哈 剃乾淨 剃乾淨 屁毛嗎 屁毛啊 什麼屁毛 我說一毛 只留下糖果 留下糖果 啊 哈哈哈哈 王 怎麼那麼多 開始 好 莫娜來囉 莫娜 到 把他們趕走 這 死 死 啊 什麼事啊 啊 我已經沒有一條屁了 啊 怎麼回了 讓他睡著 睡了吧 該睡了吧 這是我老媽嗎 還要睡覺 不要掉到地上 不要掉到地上 球不要掉到地上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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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剩兩條命啊 只留下糖果 只留下糖果 啊 自己射掉了 開始 喔 又是莫娜 不要掉到地上 不要掉到地上 喔 啊 看糖了吧 這個 把他們趕走 丟丟丟 不要掉到地上 又掉到地上 啊 摸 還要掉到地上 啊 摸 啊 摸 啊 摸 摸 啊 摸 啊 摸 這好難喔 他的技能問配 只留下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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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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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難喔 哇 沒了 啊 好 那我們今晚的電話說節目都在這裡結束了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晚安 拜拜 還是你們兩個一起扯 那你們可以把我舉起來 推起來為什麼不行 然後我就上去做個結尾這樣子 這樣子是你被懲罰的嗎 為什麼 因為那